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觉得说这个心情上也是真的是蛮沉重的 那么其实呢兄弟相对爆发这起事件 昨天听说洪锐和领队 其实这几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都是雨带哽咽 听说昨天呢这个洪领队有找大家一起来开会 那究竟是谈了一些什么内容 思琪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领队除了难过通心之外 也是鼓励我们就是这些生下来的球员 然后他很痛心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因为他这二十几年来都保持着 这种一贯的清凉清白的那种姿态来管教球员 来面对球迷这样子 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他很痛心 然后也鼓励我们说就是不要再被这些事情说要打击 这样子然后要一步一步走 然后也讲一些道理给我们听 一些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然后也讲给我们听 我们知道说今天要请到这个中华聚邦大联盟的副主任 张文雄张副主任 我们要请到熊哥 因为其实熊哥现在目前为止的 不只是这个联盟的这个工作人员 但是呢知道说熊哥在职棒元年的时候 就是一直参与在这个中华职棒 在这个棒球圈里面 就是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 熊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你是说整个职棒赌博的问题吗 我觉得职棒赌博是一个社会问题 然后这个社会问题 已经不是中华联盟或是球员可以自行解决了 必须由政府跳出来 很有决心很有魄力来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他往后还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周思琦在去年的时候 也是历经了人生当中的非常大的低潮 因为在去年待的这个米迪亚暴龙队呢 也是成为这个中华职棒联盟水上 第一个遭到球名的球队 周董可不可以来谈一下 你从在这个米迪亚暴龙队那时候 受到这个打假球风波的疑忍 到现在目前心情上的转变 在去年然后经过一整年 然后到现在 然后首先是很感谢兄弟像 再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因为这样回头过去 回头这样看 有一些过去的队友 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 加入职棒这个圈子 然后真的很感激 兄弟像给我这一个机会 但是又发生了这一次的那个风波 然后就不禁回想过去 去年的那个事件这样子 当时我是抱持着 我一直在回想我小时候 我那时候刚打球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我为什么要打球 我那时候是想说 我非常喜欢当一个 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职业球员 然后想成为像王光辉啊 像是我心目中 其他的偶像的英雄 像王真志他们 我都很想成为他们 然后我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这样子 说我不能做这种 对不起自己 其实对不起一些 球迷及家人的事情 然后这样子慢慢走过来这样 那我们相信啊 现在周思琦的心情啊 依旧是非常的沉重 毕竟他去年呢 历经里地亚暴龙队的事件 那么现在在兄弟上队呢 又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波 但是呢 其实球迷朋友一定也很印象深刻 周董周思琦呢 在去年中华职棒的 颁奖典礼上声泪俱下 我们带你一块来回顾 在职业的生涯的每一天 我都抱持着一份尽心尽力的心情 来面对我最爱的工作 也因此 也因此 当很多的时候 外在的条件 不能选择 也很难控制 但我一直告诉自己 也要坚持自己 不管环境如何 每场比赛 我都是全力以赴 所以得到这座奖项 对我来讲意义 意义非凡 不仅仅是对我成绩上的肯定 也肯定了我对棒球的执着 今后 我还是会秉持自己一贯的信念 继续努力 不会辜负任何 支持我的一些球迷 或者是我家人 谢谢 好 刚刚在这个影片当中 有看到周思琪说 外在的环境不能选择 也很难控制 现在自己在回想起 去年那个时候 颁奖典礼上 激动落泪的情况 自己现在看 怎么看 我对去年的颁奖典礼 真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当我走进去 颁奖典礼场的时候 我感受到一些教练 一些球员 对我异样的眼光 这样子 然后有一点 就是快抬不起头来 这样子 不过那时候 一直跟我自己讲说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怕 我干嘛怕要来这边 所以我还是抬着 抬头挺胸 走进去这样子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当你一开口的时候 眼泪就忍不住 要掉下来 当下是非常的 情绪上很激动 说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过既然遇到了 就勇敢面对 不要怕挫折 因为当下是想说 把这件事情当作是 人生的一个成长经验 这样子 然后就勇敢地 就走上去 然后大声地说出 这些我想说的话 这样子的 在去年爆发 米迪亚暴龙对放水的事件 在联盟这边 是不是也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不只是去年 我觉得接连的这种职棒赌博 甚至于就是绑球员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对联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对社会也是一样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还有对那个小朋友 尤其是打棒球的小朋友 他有个梦想 他一直想要就是说 跟周世奇一样 他希望他有一天 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球员 或像王真之一样 可是因为职棒赌博 他跟那个阴魂不散 一直跟我们的环境 就是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无法生存 然后搞到现在 我觉得以现在的环境 如果说没有真正立即去处理的话 未来他可能 还是会继续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刚刚跟熊哥聊天的过程当中 熊哥是不是有提到一个名词 说这个是无几境的轮回是吗 对 我把目前在台湾这种职棒的问题 我把它叫做职棒的那个地域轮回 怎么讲呢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先是主头去找球员 然后他就是要绑球员 那绑球员的话他是威胁利诱嘛 好 那以前就是有所谓的常业赌博罪嘛 或者说你威胁的话 你有暴力的话 是有所谓的这部分的罪行 可是基本上来讲 现在主头为了要避免这部分的罪行 他是用利诱 那利诱很奇怪 人性弱点你就比较难去拒绝 那利诱了以后 那发生了所谓的放水打假球的问题以后 检掉介入 然后检掉介入 他通常都是在我们所谓的球技结束 那抓人 那抓人以后就造成所谓的重大社会案件 然后影响很大 主要是占官 那下来 职棒又开始重整了 重整了以后 然后联盟又开始要拜会 法务部啊 拜会政府 请大家帮忙来 我们就说要杜绝 所谓的不法外力介入职棒 然后OK 然后政府也说展现决心 要把不法的这种外力 把它给排除在职棒以外 可是问题又来了 然后他又轮回到 就是有部分的组投 他又开始想要绑球员 因为他里面的利益非常庞大